和平精英战术制定宝典 学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在和平精英当中 想要吃鸡除了练好枪法之外 还需要学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战术 那么吃鸡战术究竟是怎么制定的呢 下面就为大家带了和平精英战术制定宝典 在游戏开始时 我们需要立即分析运输机的路线 然后观察和线当中的大型资源点 接着在飞机行进过程当中 一定要紧盯飞机上剩余人数 比如在这个例子当中 飞机刚刚经过农场就已经跳了60人 而在前方的航道上 还有P城和J阵这样大型的资源点 很明显剩下的大部分人目标都是这些地方 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 例子当中的队伍 挑选远离航线的以军事基地作为落点 原因很简单 当航线飞过一半的时候 已经有一半的队伍选择了撞伞 那么第一步安全区很容易就刷在地图的右侧 想要离开军事基地只有两座桥梁 只要我们不通过右侧的桥 就能够轻松的违避敌人的大部队进行迂回 落地之后发现这个判断实际上是非常正确的 整个军事基地居然一个敌人都没有 四个人直接瓜分了落大的一个资源点 并且在军事基地有固定的刷车点 想要跑圈并不困难 在离开军事基地之后 例子当中的队伍再次根据剩余敌人数量 对战场及时做了一个分析 那就是监狱防空洞洋防一带战斗基本已经结束 剩下的队伍正在对峙 并不敢快速的机动 同时因为例子当中的队伍装备非常好 没有必要打无谓的战斗来消耗自己的资源 由此判断出这是一个进入全新的好时机 于是全队立即以全新歪城为目标全速前进 结果事实再次印证了队伍的判断 歪城作为一个高级的作员点 居然还是没有人搜集过的 在确认歪城安全之后 队伍立即找到了歪城边缘 远离圈芯的一处建筑进行卡点 不出所料敌人出现了 在确认敌人之后 果方并没有立即攻击 因为在没有确定下一个圈 是否对峙里有利的情况之下 与敌人对峙是非常危险的 事实证明没有攻击敌人是正确的 在确定下一个圈对自己并不是很友好之后 趁敌人互相交战的时机 果方立即下车出入决赛圈 在最后一步 关键判断就是队伍如何利用公路 无法隐藏的特性 与敌人展开对峙 并且因为开始选择最近的圈位点 在跑圈时 敌人更有优势 这使队伍凭借强大火力优势与守雷的光空滥炸 强行将两支队伍压在了一片防区内 因此也导致了两支队伍 谁也不敢忘人跑圈 最终队伍已较低了击杀 成功吃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